三法装十一段 这任务拿他妈七法装兄弟们 任务拿七法装 任务法系2727法装 2700法装刷任务 什么感觉 戴全身永不磨损装备 PK装备更是不战级 这号就是俩字缠人 鹤丽 175的神木林 哥呀 这永不磨损的项链 你要是不喜欢吧 你他妈就别带 你说你这么好的项链 给人他妈用十代三次 好好的法拉利 让你给排气筒 摔他妈血飞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车 你就别开 你看你整的恶心不恶心 兄弟们哪有点智商吧 人家要看的不是这条项链 你们发就热发走了 你们都当不了那机器人 这个永不磨损失败三次 为啥全失败三次啊 他把这个永不磨损分钟 都干失败三次了 给永不磨损失败三次 全失败三次 我就哪怕只剩一点耐久度 我也他妈干不坏他 太卑鄙了 又是一个永不磨损失败三次 我都怀疑你是故意的 三法商十一段 任务拿七法商兄弟们 任务拿七法商 任务法系2727法商 十一段加八级163 高连须迷 静台避垒 逼批翻页 工地厅四轮 静台善恶神马 敌反阵 我操敌反阵有用啊 法防静台 九技能全红工地厅 八技能 九技能全红工地厅 第一高业没区别 六轮须迷观照万象 善恶静台 我靠鹤立这么强啊 你从年内到年代 都挺适应的 按照同样的比例花钱啊 发现还是年代比较简单 刚才给大家看的 只是他的任务装备啊 PK的装备来了 分度加法术 暴击击几率0.97 一个法系 你就先看腰带啊 腰带是最能提升啊 法系 档次的东西 也是拉开差距的东西 腰带上的篮字 就类似于宝宝里的镜台吧 还有宝宝有镜台 腰带有篮字 帽子精轻 项链有奇音三叠 高龄的 衣服的话0.78 绝对高防体膜 法术包具0.78 鞋子白板的1.19 打了16段的宝石 鞋子白板的16段啊 鞋子给他白板16段的勇气 是因为他用的是高龄 奇音三叠的项链 但是对不起了老板 你废了 你要重新花钱了 因为你戴了这个项链的同时 你就等于失去了奇音三叠 你还得老老实实的 换一个奇音三叠的鞋 但是你这么一折腾下来 你项链直接提升的零力 就是你提升的属性 你项链现在是274吧 你现在的项链顶多是260多吧 这么一圈下来 三百 三百五十二减去 十六乘一个 十六乘一个六 舍利子减去一个352 数领256 再减去262 你这么一圈折腾下来的话 可以提升10点零力 然后法术暴击几率1.02 少了0点 一圈下来 那么提升不大 为什么提升不大 因为他本来就是复战号 就是豪门法系 这个专用确实很好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专用好在 他他妈是神木林用的 再加上你基础零力不算高 但是法术暴击击几率 1.02乘以个17.5 通过灵式转换是17.5 再加上274 这项链也是291.85的级别以上了 而且是神木林的291 这个项链是真的挺好的 但是在你的号里 仍然提升不大 是因为你本来就 已经很强了 这回你得带一个 高属性的奇音三叠鞋 然后 给项链换完以后 能提升了10.0力 那有人说不是还提升 1.几的法术暴击击几率吗 但1.几的法术暴击 这鞋子不得抵消吗 你不是比别人少特技吗 有没有攀登 朱木朗马峰的那份征服的快乐 这个项链他最喜欢的 不是他的灵力 也不是他的门派 也不是他套装 也不是法术暴击击击 而是制造者就是鹤丽 在2034年的资料片里 用自己打造的装备 会有额外的加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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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